好 現在呢 剛剛老師有遇到一個問題 我來跟大家做個說明 好 這邊我先存起來 我把它存成一個檔名 OK 你看喔 如果你剛剛有不小心按到這裡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即使你把這個視窗關閉了 感覺起來 好像 跟我們剛剛調好像不太一樣有沒有 在3D這邊有沒有感覺好像不一樣 對不對 為什麼 使用3D有兩種 檢視的方式 就是在3D視圖這邊 你按了這個 你按了這個 攝影機之後 它其實會多了一台 攝影機在這裡 你有沒有注意到 大家一起按下去好了 要戳大家一起戳嗎 你按下去有沒有多一台 不見得在這個位置喔 可能會在別的位置 好 那 重點是 在下面 其實重點是在下面3D視窗這邊 你看喔 我在這裡移動的時候 有沒有感覺到那台攝影機會跟著動 對不對 好 如果你想要恢復到原本的那個 檢視的方式 請你在3D這裡 在3D這邊 按滑鼠的右鍵 你會發現 我們有兩種模式 一個叫秒看模式 一個叫虛擬觀視模式 進入攝影機 就是這個虛擬觀視模式 那你要回到我們原本的 叫做秒看模式 你看我把它點一下 你會感覺到 攝影機不見了 有沒有發現 攝影機不見 那你讓我看看 有沒有回到我們原本的方法 什麼叫做鳥看模式 你就是一隻小鳥 你看 我現在 以它為中心 我是不是繞著它在走 然後由一個角度這樣看下來 這種叫做鳥看模式 你 轉動看看 有沒有感覺 我是以某一個東西為中心在轉 這樣了解了 好 那 苗看模式適合什麼狀況之下 就是你在建立模型的時候 我在編輯的時候 這樣比較方便 可是它有一個缺點 它並沒有辦法 靠得太近 所謂靠得太近 所謂靠得太近就是說 我們現在模型 內容是比較少 可是當我的房子比較大 或我東西比較多的時候 我要靠得很近 你看喔 我用滾輪 滾輪 有沒有緊繃就到這裡了 我沒有辦法再靠近了 我就只能到這邊 所以它會有一個極限 那今天呢 如果 你想要 針對某一個點 我就可以 靠近一點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攝影機模式 你看把它按下去 切進來了 對不對 這個我先關掉 我今天想要 靠到哪裡 我就走走走走走 你有沒有感覺到 你想走哪裡就走哪裡 有沒有 靠得 再近都可以啊 你可以拉著它走 有沒有 你也可以在下面 用滑梳滾輪 它也等同你按著它走 這樣會不會的 這樣有沒有感覺 對不對 你在2D 拖曳它也可以 在3D 直接 左右 滑鼠滾輪 都可以 因為你進入這個模式就可以自由走動 這樣你了解囉 那既然講到這個 這兩個模式 我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兩個模式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我看一下我應該有寫吧 看一下 這裡這裡 好像沒有特別寫到 有有有有 在簡報的37頁這邊 簡報的37 簡報37頁 我有提到 這個 叫做虛擬觀視模式 簡報的37頁 那這裡呢 我們要跟大家 提到一個 很好用的功能 叫做儲存時間試點 什麼意思呢 我們看這裡 我們剛剛不是說你要輸出的時候 是不是找一個你覺得 比較滿意的 那個角度對不對 但是我問一下各位喔 請問這個角度 你有辦法每次都調到同一個位置嗎 假設我就覺得這個我比較滿意 那我每次 有辦法都轉到這裡來嘛 有點困難對不對 你不要忘記我們現在變3D了嘛 所以 老師有用過 瀏覽器 你就知道有一個功能 叫做我的最愛 這個角度我喜歡 我可不可以就把它存起來 下次就直接跳到這裡就好了 所以 假設現在這個位置你喜歡 按右鍵 有看到 儲存時間試點了嗎 就是這個功能 點一下 你可以命名 好 比如說這個是 45度角 OK 確定 然後呢 你可以是秒看模式 也可以是 虛擬觀視模式 都可以存喔 好假設我現在就進到 攝影機 好這個是 有攝影機的 那我就走走走 那我來看 好這是 床的部分 我就轉一下 你看 我們這個攝影機的模式 我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看 你看這台攝影機 有沒有四個地方 中間是移動對不對 然後呢 這裡 有一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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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這個 有沒有 是不是有四種 這個我都稱叫做 睫毛 就是我們眼睛的視角 那標準的是63度 就是我們一般 我們相機不是有所謂的標準鏡頭 跟廣角鏡頭 所以如果你想要到它有廣角 請你在相機 就是在攝影機點兩下 TOTOT 好就是這個地方 有沒有叫做視野 視野 63度 我一般大部分會用到大概 85到 90度 左右 它最大到120 我用120給你看好了 這樣你會比較明顯的 感受到它真的不一樣 你看喔 同一個位置 你回想一下 我們拍照的時候開廣角 是要做什麼 是不是要納入更多的範圍 可是我不用後退 好 我就按確定 有沒有感覺可以拍到更廣的範圍 而且 真的睫毛有沒有開一點 同一個位置 但是 廣角開太大 你有沒有感覺到其實有變形 它會有明顯的變形 好所以通常我大部分會在 大概90度左右 或者85都可以 就是我可以看得比較廣但是又不至於 變形太明顯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剛剛不是有這個 跟這個嗎 我都把下面這個 稱作搖搖頭 這個稱作點點頭 為什麼 我們 老師應該都看過一些綜藝節目有沒有 主持人就會問說 攝影大哥 你覺得這個好不好吃 請問他會不會用講的 不會對不對 因為他會講的最大聲 這樣很可怕 所以 好吃 不好吃 有沒有 這樣知道什麼叫搖搖頭點點頭的嗎 所以這個就是左右轉 好 這個就是上下 所以你在下面調 就等同在上面調 這樣會的 好 OK 這樣我會了 好 好 那 最重要的 這個 這裡 我們 模型本身不是有一個叫懸空高度嗎 但是現在這個代表我們的眼睛喔 所以這個 現在這個叫做什麼 眼睛的高度 那這代表一件事情 如果你們家有二樓 有三樓 標準的方法是要爬樓梯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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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走上去 所以呢,如果你以後要做動畫的時候 我想要從我們家三樓、二樓、一樓請你坐電梯 就是用這個眼睛,你看喔 有沒有一個叫眼睛的高層 好,眼睛這樣有沒有低一點 這樣有沒有高一點 這樣是不是就上去了 就到二樓、三樓了 所以這個可以做動畫 所以就跟我們去看人家那個叫做什麼 御壽屋,是不是都會帶你進去看一下 一樣的道理啊 這樣有感覺的嗎 所以為什麼你切到攝影機的時候 它就會請你切換到這個模式 是因為這樣子 好,你看喔,假設我就是從床的角度來看 這個我要,我就把這個 儲存時間4點 我們剛剛不是說 秒看模式跟虛擬模式都可以儲存嗎 好,你看我就把這個存起來 好,這個是床 確定嗎? 那如果我現在想要回到剛剛45度角 我相信你這樣調回去應該就很難了 可是我們有加入我的最愛囉 按右鍵 轉到時間4點 有沒有看到我們剛剛的兩個都在裡面 所以我就按一下這裡 有沒有回來了 而且它知道你是用什麼 秒看模式存的 這個時候就回到秒看模式 如果我要回到剛剛床的那個角度 有沒有自動進到攝影機的模式的 而且回到這裡來 這樣我就可以很精準的到達我要的位置 都不用再重新找 因為3D裡面你要回到一模一樣的位置 真的有點困難 這樣大家有沒有比較清楚了 有點概念了嗎? 好,所以你可以 不管你是輸出靜態的或動態的都沒有關係 就是你找到你想要輸出的位置 比如說你想要從前面看的 就轉來這裡 好,轉過去 轉過去 眼睛稍微高一點 角度對好 這裡轉過來 好,假設我想要這個角度的 好,那我就來這邊 一樣按照相機可以輸出 好,所以不是說照相機就一定要變 那個秒看模式 兩個都可以 你只要選到你要的 我們就按開始 好,這邊我就先不要那麼大張 好,就小張一點 但是還是記得 盡量不要中午12點 真的會稍微比較偏亮一點 所以我通常會找那個 好,就是比較 嗯 早上啦,或下午的時間 好,這樣會讓我的品質會好一些 好,改變一下 再一個 這樣會不會找自己的角度了 來,老師先操作看看 先玩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順便就來做動畫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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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